各位觀眾大家好 近日23條草案的審議裏 有市民引力叛國罪行 有疑問 究竟社工、神父等職業 如果是跟人談談的時候 聽到一些威脅國家安全的情況 應不應該去舉報呢? 其實引力叛國的範圍都非常清晰 而且只是針對一小撮的人 普通市民根本就不需要擔心 現在就讓我和大家初步談談這個議題 遲下有時間會和大家深入地談談 首先當討論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首先不應該只著眼在23條 而應該是任何的罪行 其實香港有很多專業的工作 都有保密協議的守則 例如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等等 而當中有某些情況 是不應該維持保密的 例如如果得知一些嚴重的罪案 將會發生 或者已經發生 就是不應該受到保密這個條款的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不應該只著眼在23條 而是所有的罪行 這些是我問過一些律師朋友 所了解到的情況 而究竟是否要舉報呢? 我那位律師朋友跟我說 讓我舉例子 跟大家說一下 讓大家心中有數 其實社工的工作 雖然有保密的原則 但規定是面對一些關乎生死 危害學生福祉 社工即使沒有在事前 取得服務對象的同意 亦都可以舉報 因為人身的安全考慮 已經凌駕在保密的原則之上 另外在醫學界 病人向醫護人員 講述涉及身體 或精神健康的內容 都是屬於私隱 除非得到病人的同意 不能向外透露 但都有例外的情況 例如涉及未成年少女懷孕 急症室 其實無論如何都會報案 而教師更是被規定 如果有發現懷疑若疑 校園欺凌 企圖傷害自己的身體 尤其是自殺 這些個案 凡是涉及人身安全的情況 都必須立即向學校管理層 和有關部門報告 而且採取適當的跟進措施 而就神父在告解的時候 聽到一些人的干犯罪行 其實一些西方國家 曾經有以下的建議 法國認為天主教神父 必須秉持公平正義 向司法單位舉報 揭發教會裏性侵兒童 戀童的罪犯 澳洲建議改革法律 強制神父打破告解保密 披露這些人士的身份 愛爾蘭也推行過一項法律 規定性侵者向神父告解 而神父不向官方當局揭發告罪人 神父就會被處以五年的徒刑 當然我現在所講的一些例子 都是一些涉及性行為的罪行 但我相信性侵犯和國安犯 都是同樣的需要被揭發 令到他們可以承擔到一些違法的後果 我們看到每一個國家都有引力叛國罪 其實各國都高度重視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 而且都是全力以赴維護國家安全 而在引力叛國罪上 23條更加參考了美國、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 美英的國安法律 不論是涵蓋的範圍、嚴苛的程度 都遠遠超過23條 而且香港有關的引力叛國罪的執法範圍非常清晰 而且具有針對性 一般市民絕對不需要過份擔心 就基本法第23條 現在當然在審理當中 亦都提出很多修訂 正正是為了更加好保障居民和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在預備的諮詢文件中建議時 政府已經全面審慎考慮基本法 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還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這些相關條文 危害國安的風險 其實每天都仍然存在著 我們必須把握時機 盡快立法 應對持續的國安風險和威脅 這樣才是正常之舉 所以我覺得 在審理當中 當然有很多問題發生 但我們千萬非要掉以輕心 我相信特區政府 會給我們一個完整的和非常好的答案 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大衛sir和天璣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